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懒人听书原创为您录制的有声小说 王牌计划 作者 玄土 本集播音 吴天 第893集 原来 这可怕的声音 竟然是这头绣针海胆王的痛苦 深吟声 他此时的情况就像是内脏 都被方林握在手中疯狂的炙烤 这样的折磨之苦 创痛之烈 足可以令任何有知觉的生物发狂的 方林的手 此时却也是在剧烈的颤抖着 老虎看得出来 他十分的虚弱 想先一步将方林搀扶住 他的手掌一触去到方林的身体 就觉得他衰弱的似是一片风中的枯叶一般 方林的额头上满是虚汗 用力地抵在了老虎的肩头 他双手紧紧握拳 大口喘息着 耳中唯一的声音就是自己弱雷的心跳声 这种情况持续了大概五六分钟以后 方林的头发才渐渐地恢复了正常 只是精神力却已经锐减到了接近冰死的状态 不过他此时的精神力恢复速度已经相当迅速 已经在迅速的回声当中 方林的眼神渐渐地由先前的狂躁不安 又变得宁静了起来 随后站直了身体擦了一把虚汗 说道 我没事了 等等 别忙做掉这个家伙 后面这句话 自然是对着愤怒的伪缩妇和铁针他们说的 这袖针海胆王被方林打到这副程度以后 自然是半死不活 奄奄一息 似是被脱掉了衣服 灌了高度浓久的裸女一般 没有半点反抗的余地了 非仔三人组虽然在抢东西的时候 打的是热火朝天 不过对外却是齐心合力 一起努力同仇敌忾 如今屠夫老大被刺得这么惨 魏索夫自然要将这个场子找回来不可 方林说完以后 走到了秀针海胆王的面前 这个本来十分凶的家伙 在这水中此时是彩服彩臣微微抽搐着 身体外表完整的那一半的黑色肠刺已经是蔫了 就此时刺猬的被刺那样搭拉了下来 而被方林暗透的地方渗出了黄白色的浆汁 在水中徐徐溢溶解 看起来就是凄厉无比 方林将双手伸出 平静地对准了这个实在是令人头痛无比的家伙 他淡淡地说道 似你这样没有明显弱点的敌人 那就只能说明一件事 那就是最强处就是最弱处 只要击破了你的最强点 那么你的弱点也就暴露出来了 他一面说着 双手也发出了淡淡的白色光滑 将袖珍海胆王包裹在了里面 同时眉心当中的淤褶之童迅速地旋转了起来 而专属装备淤褶水晶结也浮现了出来 投射出了一道刺目的光芒 可以见到 在这光芒的照耀下 一个袖珍海胆王的虚幻的影子飘浮了下来 可以见到他在疯狂而剧烈地挣扎着 但是依然逃脱不了被那片 妖异的淤褶水晶结吸收的命运 众人都是恶然 马上明白了 方琳居然是在吸收这支绣针板的海胆王的魂魄 他当时获得了淤褶水晶结以后 要求激活其属性的条件C 就是吸收三缕强者之魂 但同样也有提示 吸收的魂魄强度 将影响到出现属性的强弱 这支绣针板的海胆王 就算是海胆王的儿子 顶多也就是一小boss而已 却没想到方琳竟然如此 积不择时吸取他的灵魂 吸收掉绣针海胆王的灵魂以后 雨者水晶结周围出现了淡淡的针刺模样 然后重新与雨者之童重合 紫色的光芒顿时四处的激舍 整个水底也在微微的荡漾共鸣着 就像是河底都出现了微微的地震 方琳眯缝着眼睛 她再次得到了一系列的提示 你的雨者水晶结吸收了一缕灵魂 灵魂的强度为中等 你从灵魂当中获得了毒抗加13% 移动速度加6%的额外好处 你激活了雨者水晶结佩戴属性C 使得佩戴者获得一项未选择的 雨者称号能力 请随机抽取你即将获得的 雨者称号能力 鉴于你的洞悉技能尚未解封 洞悉技能也将会加入到 抽取行列当中 抽到以后 洞悉技能将可以使用 并且提升为等级2 方林此时就觉得 洞悉嘛还是不错的 所以此时也就并不介意了 不过他此时最想获得的 还是雨者的另外一个技能 退化光环 这个技能用得好的话 那么无论是在与轮回者战斗 还是与剧情人物战斗 都会使对方自身的技能 产生恐惧感 完全都不敢随意使用 雨者技能的名称 就在迅速的滚动着 每一个技能的名字 都足以令得普通的轮回者 闻风丧胆 但此时却是作为筹码 被迅速的抽取着 最后的技能名称 定格在了最后 你获得了称号技能4 被动 欲强 则强 并不擅长正面对敌的雨者 同样在危险的局面下 能够爆发出卓越的力量 当你的体力值降低到30%以下的时候 所受到的伤害降低30% 任何治疗手段对你的治疗效果提升50% 你自身需要消耗精神力的技能伤害提升15% 方您看着这个本来没有预计会出现的技能 嘴角却出现了一丝微笑 有心灾花画不成 无心插柳柳成阴雨 这个技能看起来没什么用 不过从以后可能发生的情况来看 却是个神迹 这一头绣针版的海弹王还是死掉了 但掉落的积分和潜能点还是很可观的 它掉落了一件银色剧情武器 一件食物和一件特殊道具 银色剧情武器 刺针回旋锤 本装备乃是由海弹王以及家族当中的精气 怨力所凝聚 仅能由西游记试恶传海弹王家族掉落 本装备可以丢出攻击10米内的敌人 在靠近敌人的时候 弹射出长刺 自动返回手中 对敌人造成力量之加敏捷值的伤害 在敌人的身边停留得越久 造成的伤害就越大 装备附加特效穿刺 当针刺回旋锤对敌人造成初次伤害的时候 将会使其体力值上限减少10% 本效果对轮回者和剧情人物均能生效 但是仅能生效一次 效果无法叠加 本装备也拥有体力值 若是被破坏后将产生剧烈的爆炸 相对身边5米内造成2500点的无差别伤害 本效果对巨型人物无视防御力 但是对轮回者将会受到六分之一规则削弱的影响 爆炸以后必须将本装备残留下来的遗骸 放到现实世界当中的高处 被月光照射七天以后 付出五万积分 就可以恢复如初 海胆王的胆汁 实物 本物品仅能由西游记士恶砖 海胆王家族掉落 服用以后效果未知 不过可以使你精神愉悦 浑身舒畅 可以出售一万积分 这件道具乃是用一个白色的瓷瓶盛着的 就似是宝宁醋瓶的形状 上面还贴了一商标 不过上面写的字却是味道好极了 海胆王的刺针特殊道具 使用后可以瞬间喷射而出 对三十米内的敌人造成使用者 最高属性值乘以二的伤害 当接触到敌人给予其伤害以后 便会自动蒸发 可以使用三次 海胆王的胆汁 显然是需要鉴定的 当民丢给韦苏夫以后 韦苏夫这个贱人 确实先打开自己尝了一口 还振振有词的说 自己不尝又怎么能鉴定得了呢 但是这家伙喝了一口之后 马上是没开眼笑再来一口 飞仔三兄弟温到那股香味之后 也是不肯了 马上蜂拥来抢 结果喝了以后 果然若这介绍上说的那样 精神愉悦 浑身舒畅 士气大正 方林当然不会为了 这区区一万积分的东西 来责罚他们 就当是赏赐给他们的战利品好了 方林真正在意的东西 却是那个海胆王的刺针 这东西可是个特殊道具 是可以带回到现实世界里的 若是用这东西来谋杀人的话 那才是真的 神不知 鬼不觉呢 此时趁着休息的机会 林大明也悄然走到了方林的身边 忧虑地望着她的脸 方林微笑 拍了拍她的手 说道 我没事 林医秀认真的说道 你刚刚用出来的那招数 应该是脱胎自八神鞍的 能够控制时间的技能八九杯 外交结合了大蛇之力的混合体吧 方林转头 深深地望了林银秀一眼 点点头 说道 不错 你不能再用了 林银秀断然说道 不要以为你的鱼肘之铜 交上一个鱼肘水晶结 就是万能的 那种力量 那种疯狂的力量 连大蛇自己都掌控不了 因此她才连自身的形体都只能抛弃 要想在世界上现身都只能通过附体 方林脸上的表情却很奇特 那是一种交杂了野心 自信 还有魄力的 复杂的表情 她自笑非笑地淡淡地说道 大蛇做不到的事情 未必我就做不到 林银秀那双本来很是妩媚的眼睛 此时却是显得很冷 很毒 她一下子揪住了方林的衣领 咬着下唇叫道 这世上 本来就有别人做不到 你也做不到的 你这个疯子 我们完全可以慢慢地来 慢慢地增强自己的实力 难道我们现在的进步速度还不快吗 难道我们现在的实力还不强吗 你为什么要冒这样的险 我们三个人从签订了靠服契约起 命就是连接在一起的了 你这样会获自己的生命 那就是对我们不负责任 方林平静地说道 这可惜 我现在想回头都来不及了 她说着伸出手 手心当中赫然是两个瓶子 两个小小的瓶子 一个瓶子已经空了 一个瓶子只是半满的 里面盛放着非红色的液体 有着水银一般的特质 空掉的瓶子上贴着一张纸 上面写着漂亮的英文 微丝 半满的瓶子上也贴着一张纸 上面写的是麦灼 林依旧一下子就呆住了 你 你 难道 方林淡淡地说道 自从张辽一战当中 我召唤出大蛇以后 就一直在考虑一件事 那就是若将目前手中 天国神族之血完全吸收了 会怎么样 我想 至少运用大蛇之力 不会像那天那样疲惫了吧 天国神族八阶级 分别是高尼兹 克里斯 夏尔米 西加社 山崎隆尔 加迪路 麦卓 威斯 这八个人当中 我已经有了七个半人的血液 虽然加迪路之血未曾入手 但是 却有着比他更强 更有潜力的八神鞍的血来替补 我要将这八个人的力量统合出来 形成属于自己的崭新的强大力量 我在获得了愈者水晶结以后 就发觉 他确实能够大幅度强化愈者之童的能力 让自己对体内力量的平衡 掌握大幅度的加强 因此我在进入世界之前 就尝试吸收了手中的麦洲之血的一小部分 现在体内八种血液已经完全的交融在了一起 而刚刚施展出来的完全虚无的力量 就论证了我的推断 完全的正确 现在我已经完全没有退路了 要么被这种力量所吞吃 要么完全的驯服它 我只能往前 也只有往前 才是唯一的生路 林银秀 欺然落泪地说道 你为什么要这么进入修成 为什么 我莫不是 还有那么多的时间吗 帮你缓缓地摇了摇头 第一 我有一种预感 那种预感近期来尤为强烈 那就是一种迫在眉睫的危机的感觉 相信刺刀 雷落他们也是如此 所以才会不惜一切代价 让我帮助他们通过三难度 输到了这里 方林的语气更加凝重 一字一句地说道 第二 对于我们来说 梦里的空间简直就是神的存在 他几乎是无所不能 随意地可以控制我们的生死 这么一个庞然的怪物 居然沦落到了 需要我这个人 对他几乎是一个蝼蚁一般的存在 来替他修补自身的漏洞 你们说 这代表着什么 林银秀和老胡周人家呆住了 他们都是聪明人 但往往有时也会 一夜障目 因为方林凭借他的解离术 在空间那儿捞到了不少的好处 所以他们都在往好处的方面考虑 而梦魇空间对他们来说 确实是万能的存在 而这两个条件归走在一起 那当真就没有考虑过方林所说的事了 而此时被方林点破一股寒意 才从背脊上升腾而起 所以 方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眼中更是蒸腾起了逼人的光芒 我才要尽快地吸收灵魂 来完成淤泽水晶结 完整版本的淤泽水晶结 无疑能够让淤泽之铜的效果被强化得更多 淤泽之铜越强 我才能够更好 更完美地掌控住巴结极之血 给我带来的可怕的增幅力量 越早掌握的话 就越能够完全发挥出它的力量 至于灵魂强度带来的额外好处 已经是迎头小利 根本不值一提了 根据我的推断 只要再吸收一缕灵魂 那么我就可以将脉灼的鲜血 完全地融合吸收掉 而等到淤泽水晶结打成的时候 就能够完全地掌控那空白之无的力量 方灵开始打出了那一记无之后 人看起来已经是衰弱到了极点 那种衰微是达到了顶峰的时候 生命力的流逝 甚至是头发都变得花白无比 完全都看不出他乃是一个青年 虽然他一中和掉那团空白的无之后 就开始迅速地恢复 但内容种恢复也都是仅限于表面 这是 当淤泽水晶结吸收了那一缕魂魄 产生了质变之后 方灵才真正地 从内到外地开始彻底地恢复 而且恢复的速度相当地迅速 此时就这么一会儿说话的功夫 已经至少恢复到了全胜状态的八成 走吧 方灵淡淡地说道 虽然我们在梦魂魄空间面前只是弱楼翼一般的存在 但是有一句话叫做 人定胜天 想想我们在这世界当中战斗的梦想 想想我们用死的勇气来战斗的决心 未来茫茫 但我可以肯定地说 就算是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活下来的机会 依然是最大的 因为 至少我对梦魇空间有用 只要稳稳地占据住了这么一个先手 那么至少 其他的轮回者 就不可能竞争得过我们 与之后史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